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是密秤道 在经秤道方面又分为道的论述和果的论述两部分 首先道的论述纪文是 为诸圣有情求大菩提者 当说诸师长所示正方便 这个纪文讲解何谓方便法 尤其是书圣的正方便法 正方便法分为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两个部分 其中包括各自的发心方式和学处 底下是愿菩提心的记文 首先我们要积聚资良之后归一和护心 为了积聚资良要观想归一镜 接着在归一镜的前面 陈设各种供品 例如花香等等 经文中提到的七种供养 有三种说法 当中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行者可以依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做 阿底下尊者在自示中说 行者可依各自心意而做观修 中士著平时广为人知的是 普贤行愿品的七支供养 所有礼战供养福 请佛注释转法轮 随喜忏悔诸善根 回向众生及佛道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大师有不同的七支供养的方式 这里不多做说明 集聚资粮之后 接着要胡贵合掌 然后做书圣的归一 由于时间书圣 直到未成佛前都归一 意乐书圣具有大悲心 对境书圣 佛陀三身的自信佛 大乘教证二法 法和登地的菩萨僧 所以称为书圣的归一 或大乘的归一 归一之后要修学三种心 来生起慈心和悲心 其中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学处等正法 留到明天早上传授菩提戒的时候再讲解 为了能够生起清净圆满的菩提心 要先集聚资粮 今早介绍过一般的归一 然而当我们领受书圣归一时 自信需要有一种转变 早上已经给予各位一般的归一戒 至于积聚资粮的部分 我们很有福气 现在正位于书圣的圣地 可以多做礼拜 绕塔 献贡等 相信各位应该都有这么做 所以现在就不需要另外多做些什么 菩提心的基础就是慈心和悲心 这是我们首先要具备的 菩提心的精髓是悲心 悲心就像是养育菩提心的母亲一样 因此我们首先要具备悲心 为了要生起圆满的悲心 我们必须透过七重因果的次第来做观修 七重因果教授即是知母 念恩 报恩 增上意乐 悦意词 大悲心 菩提心等七重因果的次第观修 首先是知母 观修一切众生都是聚恩的母亲 透过这样的思维培养我们的悲心 讲到这里应该要深入探讨一下轮回这个主题 但是我想先说一下母亲 知母的母亲代表慈悲和关爱的人 是一个象征性的名词 因此不一定只能观修母亲 你可以观想是你最亲爱的某位亲人或朋友 接着你观想一切众生 也都曾经是自己最亲爱的亲人或朋友 佛教相信轮回 在英明亮论等论点中 透过许多理论来证明轮回的存在 现在也有许多案例记载 一些人能够清楚回忆过去生的事情 这些都值得我们多去关注和探讨 这部论著中 知母是第一个功课 并且是以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母亲 作为主要的观想对象 因为我在这里解释的时候 按照这部论著的方式 当然就以母亲为所缘来说明 但是这里的知母不一定必须是母亲 如果自己和母亲有很深的感情 当然可以这样观修 但是除了母亲之外 还有和自己很亲近的其他亲人或好友 也都可以作为观想的对象来观修 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 打从娘胎里出来 就受到父母的呵护和关爱 自己就像父母身上的一块肉一样 不仅如此 父母毫无吝息地提供我们食物 财物 衣服等所需 寒冷的时候 家乡没有暖气设备 因此天气一冷 孩子们就会钻到母亲的怀中 这是唯一的保暖方式 暖气就是母亲的怀抱 睡觉的地方也是母亲的怀抱 甚至糟糕一点来说 连厕所也是在母亲的怀抱中呢 从小喝着母亲的奶水长大 母亲还会帮我们清理不进屋等等 总之 从父母的眼神到语气都散发出无尽的关爱 这是我们要清楚感受到的 我们不止在婴孩时期受到父母亲的呵护 甚至长大变得跟牦牛一样大时 父母亲还是一样给予我们照顾 自己舍不得用的东西都会愿意给予孩子们 总之 父母亲给我们关爱太多了 当然这里我讲的是尽责的父母 因此各位不用其分别念 聚恩的父母为了我们 不知吃了多少苦 流了多少血汗 但是他们都甘之无疑 他们的心中只有孩子 这样的父母亲 他们现在都身处在轮回当中 不知所措 不能做主地受着各种生老病死的痛苦 透过这样的思维 从内心生起难忍的悲心 有的人会怀疑 难道一切众生都是具备恩德的母亲吗 换个角度来说 或许每个众生也都曾经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不是应该对他们生起称恨心吗 这样不也很合理吗 这样的想法是非常不恰当的 也并非实际的情况 从负面去想事情 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从光明面想事情可以生起悲心 观修菩提心 修持解脱到最后得到解脱的果位 从负面想事情只会让你伤心难过 生起称恨心 慢慢步入恶道去 所以我们舍弃负面的心态 什么是修持佛法 就是帮助自己得到益处 没有好处的事情就应该舍弃 不是吗 我们应该要理性 谨慎的思维 什么对我们有利 什么对我们有害 然后正确地做取舍 这就是佛法的修持 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去想 聚恩母亲变成了敌人 这个情况是谁造成的 事情一定有其因缘 之前谈到一切聚恩如母的众生 对我们的恩德无比深重 对我们的关爱也是这么的多 如果我们毫无感恩之心 反倒欺凌抢夺众生 甚至食用凝虐那些动物 那么他们不成为敌人也不可能了 这是自己造成的恶果 人类未出现的几千万年前 世界上存在着丰富的昆虫和动物等生命 真正的主人应该是那些昆虫和动物 但是现在人类统治着地球 自愈伤害 欺凌其他的生命 我想真的是三宝加持 或是人类走运吧 因为动物不会说话 如果动物会说话 他们一定会请律师向人类讨回公道 这场官司 人类一定会惨败 因为我们实在做了太多 违背因果和不合理的事情 我们真的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 动物不会说话 并不代表心中没有感受 我们其实心知肚明 他们心中痛苦的呐喊 从未停歇 动物被送往屠宰场 宰杀的场景 我们也历历在目 众生想要离苦得乐的渴求 是那么的清楚 跟敦却佩大师曾说 没有眼睛的蚂蚁 为求快乐而奔走 五角的蚯蚓 也是为求安乐而蠕动着 世间的生命 一个接续一个 都在追求快乐 蚂蚁有没有眼睛 我是没有研究 无论如何 就算没有眼睛的蚂蚁 也是为了追求快乐 而不断努力 没有脚的蚯蚓 也是为了得到快乐 而努力爬行 从追求快乐 远离痛苦的角度而言 所有众生都是平等的 所以让我们好好想想 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敌人 很可能都是因为自己 缺乏尊重和体谅而造成的 以上是第一个生起悲心的思维 再来想一想 如果一切如母众生都具备智慧 就可以透过自身的智慧而离苦得乐 但是如母众生因为愚痴 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离苦得乐 不仅如此 甚至颠倒地把痛苦的因 当成快乐的因 把快乐的因当成痛苦的因 因而造作不该造的恶 该行持的善法反而没有去行持 我们应该观想这些 鱼吃颠倒的如母众生 而生起悲心 再举个例子做说明 母鸟为了养育小鸟 每天都会捕食各种昆虫给小鸟吃 这不是一两次的工作 而是直到小鸟长大为止 都是这样的方式来喂养小鸟 这样辛勤的喂食 让鸟妈妈造作了非常多的恶业 况且不止一生为鸟 可能多生多世都是如此 累积的罪业 让它离自己离苦得乐的暂时 人天善果和究竟成就佛道的目标 越行越远 就像这只母鸟的例子 我们可以扩大去想 所有的如母众生 一个母亲不仅要顾及自己的生活 也会因为照顾孩子而造作罪业 结果是在三界轮回中流转 无法处理 我们可以这样想 造成一切众生轮回不已的根源是谁 不就是身为孩子的自己吗 各种姻缘相依相存 靠杀生的行业而活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杀生 因为这样能够赚钱养家活口 为什么这样的工作能够赚钱 因为有许多吃肉 穿戴皮饰的消费者 如果没有这些消费者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杀生工厂了 需要肉品皮饰的消费者越多 当地的屠宰场 皮质饰品店也会越多 不能说所有的罪恶根源都源于自己 但从因缘相依相存的角度来说 我们也的确间接地成为了造作恶业的一份子 总而言之 如果你愿意好好想想 自他之间紧密的微妙关系 就会有所体会 一个孤僻自我的人 当然不会有什么感觉 我们应该体会众生和自己是息息相关的 苦乐的感受也是相同的 有了这层体会 就会升起责任感 当你看到受苦的人 你不会在沉浸于自己的快乐当中 而会自愿帮助他人 以上是第二个思维的方式 第三个思维方式是想 如母的一切众生 不仅对于善恶于痴颠倒 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怎么说叫疯狂 意思是 虽然父子母女或者亲友之间 有着很多难以忘怀的感情和恩惠 但是因为无名烦恼的障碧 我们不再互相认识了 由于我们不再有觉知 看不清对方 误以为是仇敌而互相伤害 重则互相杀害 轻则互相抢夺 一个心智成熟平静的人 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但是因为烦恼的驱使 让我们都失心疯狂了 平常对于一个疯子的怪异行为 我们也不会生气 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疯子 你会愿意接受那些疯狂的行为 就算被他打了一巴掌 也会说没关系 因为他真的有问题 如果回他一掌 其实自己也疯了 一个烦恼心重的人 就好像疯了一样 也像是一个身患重症的人 完全无法控制自己 因此我们自然会原谅他的行为 我们会愿意受辱和接受 举例来说 如果有人拿了棍子打你一棒 你会气谁 你不会气那根棒子 对不对 你不会对棍子说 你干嘛来打我一棒 通常气的是打你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那根棍子 是没有自主性的 它是被拿棍子的那个人 所使用的 同样你也不应该对那个人生气 因为那个人被贪嗔 吃烦恼的酒给灌醉 他是心疯了 就算他不想这么做 但受到烦恼的驱使 而对我们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应该原谅他 应该接受他 刚波巴大师曾说过 如果你连娶你性命的人都难安忍 批评抢夺财物和伤害 又怎会让你心烦呢 这段话很重要 一个修持菩萨型的人 就算他人要伤害你的性命 你都应该忍辱而不该伤害他 更不用说别人对你谩骂 抢夺你的财物 或者对你造成任何伤害 那更应该忍辱 古代赞普王时 是不是分得这么清楚 我并不知道 但是后来藏地的一些上师和官员 和汉地 蒙古等地的贵族交流越来越频繁 因此慢慢开始有地位高低 宝座高低的分别 甚至连坐骑马匹头上 佩戴装饰的多寡 都象征着不同的地位 总之各种名目可复杂了 有时候只要一点点没安排好 就会让上师主人气到不行 当然地位装饰有其重要性 但少了一点又怎么样呢 少了一点慈悲心 菩提心都没怎么在意 少了一点装饰 却浑身不对劲 这真是很奇怪 不是吗 一个修持菩提心和慈悲心的人 心中都想着众生 有一句话说 佛菩萨不会责骂内心有烦恼的人 意思是那些被烦恼复葬 说捆服的众生 佛菩萨是不会责骂 也不会舍弃他的 无论众生做了多少错误的事情 佛菩萨都不会说 你真糟糕 你不行 我不管你了 你走吧 如果真这样说 佛菩萨就是舍弃众生了 佛菩萨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一位登地的菩萨 是不可能舍弃众生的 我们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我们是追随佛菩萨脚步行持的佛弟子 有时自己身边 可能都会有许多说了也不听 总是犯错的人 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为了帮助对方 你会需要表现出生气指责的样子 但是无论如何 心中都不应该带有任何称恨之心 如果你心中有嗔恨之心 就是违背了菩萨的行持 违背了佛的行持 同时也违背了你的课颂 善行和你学习过的经典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第四个观修是思维母亲的痛苦 悲心是什么 就是观想众生苦痛之心 心想 如果众生能够处理痛苦 该有多好 我们先不谈三恶道的痛苦 因为我们没看过地狱的样子 也很难想象恶鬼道的情况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景象 有些地方充满战争 饥荒 疾病等等 实在和地狱没什么两样 当你看到这些景象 真的要生起大悲心 还有许多地方 医食匮乏 也缺少各种医疗与医药 有些地方的人们 甚至连关爱他们的父母亲 或者好的朋友都没有 有些地方缺少了 真正照顾人民的政府或是机构 人民无依无靠 生命没有了希望 当你看到这些景象 请记得至少发一个善愿 回向祝福他们 平时我们都会看报纸 看新闻 内容充斥着战争 死亡 地震的内容 但是我们似乎看多了 内心也麻木了 不再有那种 哦 这是痛苦的事情啊 的感觉 也没有他们是跟自己一样 有血有肉的生命 他们身亡了 的感同身受 如果你是这样的感觉 真的应该要反省一下了 菩提心是什么 就是无论你做任何事情 都是在利他 看报的时候也要利他 看电视时也是在利他 没有一件事情不能帮助你增长菩提心 现代人有些完全没有观修菩提心的经验 当你劝他帮助别人的时候 他会很茫然 不知所措 这些人会说 我想做些利益别人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有时想想 这实在很让人惊讶 不是吗 如果在古代有人敢问 马尔巴大师 我该怎么帮助别人的话 他可能会先吃几棍子大了 利益众生的方法可多了 不是吗 直接的也好 间接的也好 你的身与意都可以利益别人的 过去的祖师虽然住在偏僻的山林中 身体远离尘销 但是他们的心 他们的羞耻 都是在利益众生 所谓利益众生 不见得要身边满满都是人 也不是要举办一场超大型的灌顶 也不是准备几大卡车的衣服 食物 医药广大不失 上面还贴着大标语说 我在利益众生 不是这样的 当然如果能够做到如此广大的利益也很好 我们应该随喜和赞叹 但是帮助别人还有很多其他方法 曾经有人问 若尔巴大师 请您告诉我 一个身边围绕成千上万百弟子 也不会使其变多 身边一个弟子也没有 也不会使其变少的口诀 大师回答说 空性和悲心 这句话的意思是 就算某位上师身边只有一个弟子 他还是可以行持广大的利他事业 悲心和空性并不会因此而变少 同样如果这位上师的徒孙满天下 也不会让他的利他事业变大 只要心中具备大悲心 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在利他 所以不一定要有很广大的信众 很多的佛学中心或者广大的僧团 无论任何情况他都可以利益众生 行善的态度要像乞丐乞讨一样 一点一滴来累积 乞丐就算只拿到一分钱 也会心想 哇 我拿到钱了 而感到满足 同样如果今天只做了一点点的善行 你也应该感到满足 随喜自己的善行 借此鼓励自己 再接再厉 许多人一开始就想做超大的善行 得到极大的成果 他们把自己想成了亿万富翁 买个车子也要买宝马 劳斯莱斯等名车 这里讲到一个故事 可能是真的故事 以前有一个很富有的人 他很想要告诉别人他很富有 但又不懂怎么炫耀 所以他就带一些朋友出海 手中握着一把美金 然后一边出海 一边把钱抛洒到空中 借此炫耀他很有钱 当然行善如果能做广大的善行 当然很好 但是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 可以逐渐地从小善开始做起 再小的善行 我们都不应该轻视 例如看到一位 步履阑珊的老先生或老太太 辛苦地要过马路 你过去扶他一把 这样也比较放心 不是吗 善行就像是这样 总而言之 佛菩萨们无论做任何事情 都会回向是为了利他 就像华妍精进行品提到的一样 但这不是要你变得做作 而是要你走一步路 就要煞有其事地念一段经文 修个仪轨或者结个手印 并不是这样的 修行不是外在的形式 而是一种态度 不好的行为自然需要加以改变 但是重点是改变自己的态度 当你有了正确的态度 你不一定需要改变生活方式 你还是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但这一切事情都会成为修行 修行期要提到转育自稳重 转育是指改变自己的观念和态度 但是还是要自稳重 意思是其他外在行为 还是要保持自然 安分守己 稳定而安住 不要故意假装特别虔诚 特别恭敬 也不要假装成得到高僧 或者大成就者 这样只是成为了大骗子 下马却及旺秋曾说 说自己观修慈悲 而生起征兆的没几个 说自己证悟得到的却一大堆 这的确就是现在修行人的写照 很多人都爱说 我见到本尊了 或者说 我得到什么鬼神的成就加持了 我得到上师的授记了 说得天花乱醉 但却没什么实际的修持 在座很多在家法友 平时工作也很辛苦 有些人误以为修行 就是丢下身边的事情 结果本来有着不错的家庭 结果一修行 反而生活变得很糟糕 尤其是那些修持密秤的弟子 总喜欢带一些奇怪的东西回家 像是人骨念珠 头骨盖 或者催咒用的大腿骨等等 家人本来就不相信佛法 见到这些东西又更加反感 他们会想 怎么这个人老是带各种骨头回家呢 是不是疯了呀 结果本来和谐快乐的家庭 变得是一堆问题和纷争 修行不是这样的 有没有大腿骨不是重点 其实要找到标准的大腿骨 也是很难的 总之 如果自己的生活和家庭 已经很和谐幸福 就应该保持下去 只要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多加些什么 要改变多一些好的观念 正确的态度 使心向善 当你心善了 体现于外的行为 自然会越来越好 同时记得不要自私 总是要祝福别人 回向众生 利益众生 能够这样做到 生活中的任何事情 都是菩提道 都能帮助我们成就 都是在利益众生 这样的修行才很容易 不是吗 以后也就不会再有 我要如何利他之类的问题出现了 接着再谈到下一个思维 痛苦的众生不是一个两个 也不是一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 也不是只是某个地区的人 而是有无量煞土处 即有无量的母亲 有无量母亲 就有无量的痛苦 有无量的痛苦 我们就需要观修 无量的悲心 这是很重要的 有时想想改变真的不容易 当你试着要改变 一个顽强众生的心 由于无名太过深厚 要改变真的很不容易 比如在同一个办公室里 共事的人 有的人就是很难沟通 脑筋很死 怎么讲都讲不听 跟谁都合不来 这会让大家都很辛苦 最后谁只要看到他的影子 就想赶快逃走 很多人的确是这样 明完不化 知道是毒还要吃 知道是火还要跳 知道是饿还要造的人 是很多的 但是一个具有悲心的菩萨 就算遇到这样的人 他还是不会退缩 就像经典形容一个菩萨 具备着永不退缩的勇气 他不为时间的无量 不为众生的无边 也不为苦行的艰难 就算只是为了一个生命 菩萨会愿意 以千亿节的时间来度化他 就像是大成就者 第二世法王 噶玛巴西 有一种说法是 他是为了度化一个众生而来的 就是为了度化霍尔蒙古的国王 这里我想讲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的心量真的要开阔 尤其一开始要发大心 发大愿会比较好 如果一开始小心小亮 像是房间里的一盏微弱的小灯 这样狭小的悲心 以后要扩大是比较难的 悲心的心量 应该要像虚空一般宽广 将悲心比喻成虚空是有原因的 虚空不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 虚空蓝天 它是广泊无垠的 如果我们的悲心能够开展 如虚空一般的话 那会是不一样的境界了 我以前有这样一个想法 结果对自己开展悲心也很有帮助 这个想法是 如果悲心是从海底深处 生出来的话 它会没什么力量 因为悲心这盏灯的光芒 会被高山或房子挡住 因此 发起悲心不是这样的 那么要如何升起悲心呢 你要想象自己站在 珠穆朗玛峰峰顶上 升起大悲心 将这悲心的光芒 普照出去 这样不就全世界都照亮了吗 我们的悲心是开阔的 而不是深藏在海底的 我们悲心的光芒 应该照射到所有众生 这里有一个比喻 过去佛法在西藏 尤其是大乘法教 在西藏弘扬阳的时候 老先生老太太都会一边绕塔 一边齐请发愿 愿一切如母众生一起绕塔 或者去朝见上师的时候 也会齐请发愿 愿一切没有机缘 见到上师的众生 都能见到上师 这样的愿心是很好的 其实那时的藏族人民 没什么学问 他们连地球是圆是方都不知道 可能还一直以为地球是方的 同样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也都不知道 当然可能听说过美国 最了解的可能是中国和印度 因为西方和印度有些关系 所以可能也知道什么是西方 听说也知道俄罗斯 甚至传说未来会有俄罗斯人来 他们来的话会吃人肉呢 现在听起来还真可笑 因为藏人竟然以为 俄罗斯就好像罗煞一样 当然俄罗斯人绝对不会是罗煞的 虽然藏人实在没什么见闻 但是他们的心胸可是挺开阔的 他们会说只要有蓝天的地方 就会有他们的父母亲 就会有他们亲爱的朋友 因此自己和他们都是苦乐与同 息息相关 藏民心中总是祝福大家能够离苦得乐 虽然他们不知道世界长什么样 但心愿已经垫满一切 这实在很稀奇不是吗 我们常说十方一切世间 我们的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个小星球 如果将太阳系和整个星河银河来比较的话 太阳的大小只能算是颗微尘吧 星系团的数量连科学家都算不出来一个正确数字 因为宇宙的广度真的是超越我们的想象 藏民虽然没有这些科学知识 但是他们的慈心悲心和祈愿 却是普远一切众生而发 以上这是一个段落 接下来第二个段落 是要做观想母亲落入敌人之手的修持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 众生陷入敌人手中 这是出自庄严经论当中十种升起悲心的方法之一 敌人指的是谁呢 真正的敌人是我们的我值 愚痴等等三毒烦恼 这些烦恼敌 任何时候都不会可怜我们 不会放过我们 也不会同情我们 总是伤害着我们 无始以来到现在 如母的众生 在这些可恶的敌人手中 连一分钟解脱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透过这样的思维 而升起强烈的悲心 有时想想自己身边 那些多年互相关爱和照顾的老朋友 哪怕只是短暂的分离 都会感受到痛苦 如果再想想如母的众生 相处时间更长 是无始以来就在一起的 所有这些亲爱的父母或朋友 身陷三恶道当中 不自主地在轮回中受苦 我们真的应该要升起悲心 总而言之 要升起这样的悲心 先决条件是 我们必须对自己有所了解 了解自己是如何在受苦 如何在轮回中无法出离 有了深刻的体会 才有可能感同身受 理解别人 进而帮助别人 如何观修立他的关爱之心 其实任何一个人 甚至比较没有智慧的一般众生 例如动物 他们也有许多帮助别人的故事 我想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中国有一个厨师 养了一条母狗 有一天在他的餐馆外 发现一条狗的尸体 他想 既然狗都死了 就把他煮来吃吧 厨师很关爱地 将一些煮好的肉分给母狗 没想到母狗很反常 不但不吃 而且生气地对厨师吠叫 同时母狗的四五只小狗 也都跑来想要讨肉吃 母狗也都一一把小狗们赶走 但是到了最后 似乎没办法阻止大家吃肉了 母狗只好舔一舔他的小狗 流下了眼泪 接着自己咬了一口肉 没想到从母狗的眼睛 耳朵流出了血 当场就死了 厨师和他的朋友都吓坏了 检查之后才恍然大悟 原来肉中是有毒的 母狗早已知道有毒 所以百般阻止大家去吃 之后厨师为了感谢这只母狗 把它放置在一个特制的小棺材里 并且举行盛大庄严的葬礼 有一百多人参加 大家抬着棺木 把母狗安葬在自家后面的花园里 据说当天天上还降下了吉祥的花雨 三年后的一天 一个墓园的管理人来找这位厨师 他听说有这么一只了不起的狗 所以请求把母狗葬在他的墓园里 厨师刚开始还婉拒 觉得把狗葬在人的墓园里不太笃当 但是墓园主人觉得这只狗比人还了不起 在他的坚持之下 厨师应允了 墓园主人很高兴 为母狗立碑 上头刻有他的故事 和这只母狗的样子 这种故事现在很多 在座许多朋友应该都很熟悉 总而言之 为了他人而舍弃生命 这就是大背心的体现 连动物都能做到 反观我们这些具备聪明才智的人类 其实更应该做到不是吗 但是人类似乎聪明过头了 利欲心虚之下 我们总是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走 这一次的因缘很难得 我们能够在圣地相聚 未来是否还有这样的机会 没有人知道 尤其今年是第一世大宝法王 杜松前八诞生至今 九百周年的纪念 更是殊胜难得 九百年代表了什么 代表一个菩萨不舍众生的 慈心悲怨从未间断 我不是在说我自己 以前也和大家分享过 第八世大宝法王一段 自问自答的对话 平时我还以为自己蛮谦虚 但是这段话让我连谦虚都不敢了 当时第八世法王问自己 你是噶玛巴吗 他回答 别说是噶玛巴了 连投身为噶玛巴卷属中的一条狗 都是累生累世基福的果报 所以我并不是在吹嘘自己 也不是刻意抬高噶玛巴 而是血域西藏如同星辰般众多的祖师大德 成就者们 每一位都是我们随时要意念感恩和尊重的 由于他们的大恩 让迷茫于轮回的我们 能够明辨善恶取舍 并且懂得解脱之法 一句话说 过去上师的行仪传记 是现在弟子修持的典范 祖师们的传记 不是世俗的历史故事 祖师们也不是世间上万夫莫敌 杀人无数的人 祖师们的传记 记述的都是他们如何帮助别人 利益众生的事迹 他们一生当中有着清静的行持 并且总是能够穿戴勇气的铠甲 面对各种内外的考验和挫折 坚定立他的一贯目标 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和修持的地方 过去祖师的行持 不仅存在于经典书本当中 他们存在于哪里 他们应该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当你的心中能够具备上师的行持时 你就是在持守与弘扬殊胜传承的法脉 释迦牟尼佛和祖师大德们的心意 才真正得以圆满 佛陀为什么要降生人间 弘扬佛法建立僧团 因为佛陀的心意就是希望 一切如母众生过得越来越好 真正从痛苦中出离 并且得到究竟的真实的快乐 听闻大师 我们下周再见